用来戳轮胎的刀子,长约40公分,是个厚柄的单刃匕首,看着就很适合砍轮胎的样子。 余温书看看图片,再看看江远,先是一阵后怕,接着就是满腔的愤怒,这思还敢谋杀警察。 江远随口说句公道话,以当时的环境,可能不是为了谋杀,车速也不太够,可能只是想制造一场小车祸什么的。 就算是受伤,也是不可接受的。 余温书气得牙根痒痒,他现在都舍不得江远熬夜。 这江远要是受伤休息了,那是多大的事。 浪费时间不说,更可怕的是,黄强明很可能会以照顾不周的名义将人给带回去。 到时候,他再到哪里找这么一个地狱级的联合收割机出来? 余温书现在哪里能够容忍这种事,想到这种可能,他都气得掩图。 申耀国则有些不解得到,你们只是去现场看一看,为什么车胎就被扎了? 有必要吗? 而且,他怎么注意到你们的,总不能天天守着那仓库吧,也没必要啊。 说的也是,现场几个人思考片刻,都没有直接给出答案。 当然,要是阴谋论的考虑方向,那也许是嫌疑人提前知道了点什么,甚至知道了江远的身份和能力,然后做出了一些准备。 小车祸也是可以造成大伤亡的。 不过,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,那就有许多未解之谜了,比如说,对方如何知道内部的情况的,又如何知道江远的,又如何准确地找到江远的车辆的。 有些问题倒不是没有解释,只是解释起来,过于复杂了。 而做刑警的,其实通常都不会考虑得那么阴谋论。 且不说这种事情的发生概率,就是真的发生了,如此复杂的情况,又如何通过法律来起诉呢? 最终,还是得找到相对合理的证据。 这也是刘锦辉不怎么受刑警队长们的欢迎的原因之一。 不管怎么说,先把这个张相拿下,案子的前景就算是明朗了。 余温书第一个从思考中跳了出来,且道,这个张相,经历很复杂,直接突破很可能会有困难,我在韩吉格比较擅长审讯的过来,先把他的牙拔了。 遇事不绝就摇人,做了这么多年的刑警支队长,余温书都快形成思维定势了。 省会的刑警支队最不缺的就是各类专业化的人才了。 现局向来都是很缺人的,但省会的市局常年借掉下属单位的警员,自己的编制又值钱,所以需要什么样的人,就能收集到什么样的。 省厅,直辖市的市局以及公布更是这种模式的加强版,其中藏龙卧虎,一个不留神,就有掌握着LV5乃至于LV6的超级高手冒出来。 从这个角度来说,越是繁华的大都市,越是不应该进行犯罪,尤其是高关注度,高影响力的恶性犯罪,选择大都市是绝对错误的。 相当于将对抗强度,从业余五段,一口气拔到了职业一二段,普通业余犯罪分子这么做,属于逃打行为。 而在铸台县,像是一口气喊来五名高级审讯专家这种事,就绝对不可能发生了。 铸台县一共也没五名审讯专家来着。 专家们到位了,张相等人,也做好了拍照,摁手印等等前夕,一个个面色潮红的被卡在钢制椅具上,手被分开固定,脚也被插开了要求固定,被囤靠在椅子上,亦被束缚带拉紧了,想动一下都难。 江源等人依旧安安稳稳地坐在办公室里,透过投影,观看着审讯室里的情景。 张相市民看着就不好惹的壮汉,上半身极其粗壮,被束缚带包裹住以后,依旧晃得椅子咚咚响。 他的四名手下全是很年轻的精壮小伙,最多二十岁出头的样子,脸上就像是刻了桀骜不寻几个大字似的,时不时用凶狠的眼神看向两边,他们身子轻,拧不动了。 这个剑园只要有点意思啊。 申耀国看着这些小年轻的眼神,应激反应都要出来了。 这要是在他的治安支队,遇到这样的小瘪三,他绝对不会打不会骂,而是会把他们所在的娱乐场所的老板抓过来,并让老板在所有人面前丢尽颜面。 办公室里只开着一个频道的声音,但申耀国闭着眼都能猜到这些小崽子们会说什么。 我们是渐缘的人。 我们规规矩矩做人,凭什么抓我们? 我不想听你们说什么,坐牢我也不怕。 申耀国不由笑了一下,道,其实这种给我们神也可以,我们对这种东西最有经验了。 一样的,余温书同样很自信的样子。 如果说张相本人还有一点点抵抗的能力的话,他带的及格小弟,是不可能挡得住审讯的。 现在的审讯,从来都不是多大的声音,施加多大的压力的事。 有时候还可以虚寒问暖,有时候还可以假意利用。 玩审讯的都是玩弄心理的专家,眼前这些行政能力测试或者深论考不过三十分的小混混们,凭什么抵挡。 只一会的功夫,审讯室里的混混们就开始之无不言了。 申耀国不觉有些失望,年轻人的抵抗力要再强一点的话,他就可以去带建源制药的停车场项目负责人了。 而这边的证词出来了,张相一边的压力就开始成几何促上升了。 不需要再有额外的操作,张相就迅速地吐口了。 人是我杀的,火是我放的。 当张相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在场的好些人,都忍不住看向江远。 有了这句话,本案就算是告破了,且是完整地告破了。 申耀国的隐患就此风消云散,既不需要再担心影响个人前途,也不需要有人被锅了。 外表看着很平静的申耀国,也忍不住捏紧了拳头。 你怎么杀人的?详细过程讲一下吧。 审讯室里的专家很随意的声音,实则是对张相的完全拿捏。 外表看着很强壮的男人,在丝气里待得久了,就像是烟久了的萝卜,硬是不可能硬了,最多软中带脆的意思一下。 张相脸色煞白煞白的,好几次犹豫后,道,我让那个。 王克点开门以后,我就进去找英飞。 老板给她的好处,那是老板给的,她要出去单干,那就得重新签协议,我就跟她谈。 这个女人还当是以前呢,说话拿得那个净。 我给她好好说话呢,她已经人五人六的骂起来了,还拿东西砸我。 我当时转身走了就没事了,问题我那时候也年轻,她又在哪里击我,刀架在脖子上了,还逼逼赖赖的。 最后一刀戳过去,再不啰嗦了。 审讯专家,仔细说你是怎么戳的。 张相,我当时把她推到墙上,本来想着吓唬吓唬算了,结果她说要告我强的肩,还要找袁建生说话。 我当时也是生气,也是害怕,心想一步做二步休。 张相说着吐口气,累了,早死早超生。 专家又挨着顺序问纵火,问凶器,问纵火的萤火物等等。 重点的问题都问完了,到了审讯的末尾,专家扫了眼问题,且问,你从什么途径得到的仓库后门的钥匙,在哪里配置的? 张相突然犹豫起来。 关键的都说了,还差这么一哆嗦。 审讯专家很随意地说着重要的话,我怕我说实话,你们不信。 张相道,你说了,我们自己会判断的。 我那天在家里待着呢,有人给我丢进来的。 上面还有打印的字,说这是因非仓库后门的钥匙,算是让人给耍了吧。 张相摇头,审讯专家是读过卷宗的,不由看了眼摄像头,在问,那你有没有给王克典拿过钱,买过火车票? 没,我第二天去找他,那孙子已经跑了。 张相心大得道,他跑了,我就安心地待着了,后来果然没事,血传。 这一次,审讯室内外的警察们,都陷入了沉默。